一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脊椎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或者素仗 第六个 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启发 然后心完全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第七个 三个金刚圈 右手的坐金刚圈 右手压着大腿动着的动静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 就是三股金刚鼠义 压制作笔以后的话 从右笔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往外排出三次气 这个左手就是做金刚才 也是压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可以说压住右笔 从左笔孔当中出三次勾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才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笔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勾气 出三次勾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排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祈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也就是融入你的这个信啊 获得这种将写 老师说 现在它立刻的一个信啊 它是双速度做金刚才 它是支付十六年 在咱是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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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辨性全部遣除 获得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像上师你一样 一定要在我的相续道中生起来 以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 念二十一遍 你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 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念完那一佛的话 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心事 也不能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那么就已经讲了 我们上面呢 已经大量的应用了一些教证 例证 然后远离一切成员 远离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评当中 前面讲了远离世间和远离分别忘年 这就是我们修行当中的最大的一个违缘 一定要放下完缘 我们参众当中也是经常这样 先要修行的时候 首先要对清空好友的单作 要设计 然后自己的这种内外的分别忘年 特别可怕 就是这个要尽量的抛开 如果你没有这样整天都是为了护子亲友 贪恋故乡 一直为世间暴发而奔波的话 那修行的成就越来越遥远 这样以后 我们首先一定要知道 当然要涉及这些外缘的话 其实选择一个清净的环境很重要 大家尽量的先远离这个城市分别忘年 然后要想到了基金功德和一些参修的一些利益 这一点也很重要的 所以作为修行人 尽量的端住一切分别年 当然端住一切分别年 其实需要外缘和内缘 内缘的话 经常要具足政治正念 我作为一个修行人 我就是修士大乘佛教的人 那这样我就不应该散乱在外面 然后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外缘的话 就是要一直善知识地开导 就是一直善知识地开导 依靠诸佛菩萨的这些经论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心 随着这个轨道 逐渐逐渐就是趋入这个正法 来找他的作业 谢谢大家 来找他 有些照片 我来找他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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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 让他来找他 你来找他 我来找他 我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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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出地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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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菩提心的修法 主要是以观察而修的 因此蒙方仁波切的 有些修行当中 都再三的已经讲了 就是有这个思维的 就是观察的修法 和安住的修法 刚开始的时候 对我们最相应的 最适合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用观察的修法 通过观察来修行的话 最后你自己的这种 特别蒙力的分别念 最后就实在是没办法的 就像有些小孩的话 让他就外面调皮 再怎么样调皮的话 让他自然放松 灌一灌 然后让他回来的话 可能有些行为 比较平和 否则的话 一下子让他安住 是有一定的困难 尤其是菩提群的这种条件 要圆一切众生 让他们获得 无上圆满的真等觉的过位 那这两个条件 是不能离开的 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 你光是心里面想 这个众生快乐一点多好 让他又吃的肉 又穿的就多好 这一点的话 这就是世间的一种善性 世间的就是 潜在一些慈善家 和一些 有一些具有善性的这些人的 相续当中 又是有一点 他有时候看见一些 可怜的众生的时候 随便给他布施一点钱财 或者是遇到一些人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 所讲的一样的 就是捐自己的器官 就是捐自己的身体的部分 给他们 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 是不是菩提心的一种范围 主要看他的内心 他心里面 会不会像是这个众生 暂时离开世间的痛苦 最后就是让这个众生 就一定要就是潮离三界灵慧 就获得圆满真灯 就过为度化无量的众生 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 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 能不能包括菩提心 是否就是潮离三界的 霍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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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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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